近日,美国政府在乌克兰问题上接二连三散布针对中国的虚假信息,企图转嫁矛盾,挑动对抗,借机余力,可谓手段卑劣,用心险恶。 乌克兰问题演变到今天,来龙去脉十分清楚,正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所作所为,才一步步将俄乌矛盾推向了火山口。 美国无视自身责任,反而指责中国有关乌克兰问题的立场,可以同时打压中俄两国的图谋,寻找操作空间,以达到维护霸权的目的。 美国政府越是费尽心机造谣污蔑,渲染操作,就越是让国际社会看清楚其信誉账户的累累赤字。